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百娘小薇 今天我要接受的挑战呢 是这位叫做老班长吴迪 提出的画个车初次100米 这位戏听理字就知道啊 不仅考验技术 还考验一个人的画 画能力 那你们猜猜看 如果让我画一张车的话 我会画成什么样子 是好放派 还是抽象派呢 又或者是野树派 好吧 其实我自己也不确定 我会画成什么样子 但是 我肯定画得很好就是了 今天就让你们看看 我会画的挺 开始平底挑战 今天天王星日日看百娘 我就是传说中的 宇宙超级平底国王小薇 上来他给了我个模型 我照着临摹一下 难道这样就能开了吗 哇 这也太神奇了 现在我们放点点视角 这个箭头指的呢 就是终点的位置 我们往这个方向走就行了 我去 怎么上来就被卡住了 把视角拉近一点 一点点在轮胎底下电路 好 动了动了 我去 不是把又卡住了 接着电 这边也加点 那也出来了 刚才只是个小失误 啊 赶紧话要先接一下 哇 好险啊 喂 你倒是反过来啊 啊 你这样让我怎么开啊 这样电路呢 完全没用啊 不是吧 难道老娘我就这样卡住了吗 嗯 哎 没办法 我只能又重来了一把 现在我怎么感觉 终点的位置很高啊 啊 就在我头顶 啊 可我开不上去啊 这该怎么过 冷静冷静 让我好好想想 哦 哈哈哈 小伙伴们看到没 我先沿着斜坡爬到跟终点差不多的高度 然后倒车过去 啊 哎呀 我真是太聪明了 哈哈哈 熟悉玩法后 我们就开始冲刺模式的挑战吧 没错 这就是我画的车 我知道啊 肯定有小伙伴们觉得它看上去有些质朴 但是 经过我的百般时间 只有这个造型才能用不翻车 看到没 咋样都模式 所谓车不可貌相 它绝对是我能画出的最强车辆 冲啊 我去 我还没开始冲呢 我怎么觉得对于冲刺模式而言 这辆车太厚了 不是吧 太让我失望了 看来我之前白实验了啊 哈哈 那我直接画个薄一点的吧 先画一个圈 然后 然后就这样吧 能过挑战就行 外貌什么的 这时候那就别太在意了 现在一直往前开 哎 不过这米术动起来好慢呢 喂喂喂 怎么不能刹车啊 如果不能刹车的话 我该怎么躲那些障碍物呢 现在换我的小卫一号出马 What 这速度完全不是我说了算啊 喂喂喂 停下来 这也太难了吧 这是我的小卫二号 超宝快的炮车 哈 哈哈 怎么样 这样跑起来瞬间感觉安全了许多 喂喂喂 喂喂你马力太足了吧 不是吧 又翻车了 让我抢救一下啊 我接 嗯 我再接 nice 这次的英文着陆 哇 没想到这样都能活下来 现在已经四十多米了 感觉这次挑战的胜利已经近在咫尺了 嗯 嘿呀 我没挡到 喂喂喂 你别过来啊 我去 不是吧 我都跑了一半了 小伙伴们 我想了一下 决定将我的战车再度升级 力争达到扁的极致 哦 呃 就这样吧 你们不要看它就两个圈啊 那它也是一辆车好吧 还记得视频开头 教大家猜我的画是什么风格的嘛 现在公布答案 我走的是简约风 而且是极简的那种 别看我总共军画了一笔 这一笔 那就是点金之笔 没有机枪的画画天赋 是画不出来的好吗 嗯 现在这些机关 很少能打到我了 我只要在关键的位置 稳住就行 不过因为每次 从头开始都得跑好久 所以现在我还是很紧张的 都玩到这里了 要是出错的话 我现在肯定就崩了 哇 好的 最后十米了 目前没什么危险 一定要稳住 这里挡一下 然后再走 千万要让我过去啊 可别再出什么幺蛾子了 我再挡 这种时候就是要稳住 哦 啊 要过了要过了 nice 这次的挑战 不仅是对我游戏技术的肯定 更是对我绘画技术的认可 就是那小小的一笔 让本来简单的挑战 世界容易多了 这才叫做真正的绘画技术 对啊 好了 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游戏挑战 欢迎在评论区中给我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哦 拜拜 拜拜